人都走了就剩咱俩了 熟了 你熟了 熟了早点关门吧 别打靠了 熟了 把咱俩给家 那都各家 当小厨师 还点当服务员 啥都给干 你说那啥什么 你姐告诉我 一会让你大路带干 我去搬砖去 搬砖 搬砖 就没别事干了 搬砖 那两天搬砖 给小二搬 回去那国家 回来先洗两条吧 结果天天搬 天天搬 回去溜血 搬砖又累了 搬累了吧 熬死了 来个馆 没得啥的馆 那些玩意得放冰箱里 别放外头 现在天化了 你的饺子 和那些东西 都不能放外头了 哎呀 这外面动不上饺子 可把我们难受怪 这机会又小 那你咋整吗 你现在 动饺子一来拿 有这种 今天那个人一下 拿了那么多冰箱 你这气温都回升了 那你没办法呀 该动不住 他动不住了 少凑点 那也得少凑点 这个药盘都没有 收拾完事 晚上完了 外头地扫扫托 说完事了 咋俩撤了 外卖就直接告下了 完事了 一会儿拖地 回家 一样不在家 咱们也疼了 人倒不在家 那你咋整吗 你说倒一个 你这 哎呀 没招 你咋说 英哥我冷 我说 不是这么冷 他问我啊 干什么 英哥你冷不冷 我说不冷啊 八天我冷 你说咱这屋怎么这么冷 他一冷 他就是有毛在了 咱这屋怎么这么冷 我说地线 现在地线反凉气冷 腿是不冷 他浑身都冷 完了我说 我说你是不是发烧了 这样没有啊 没感觉发烧 我不得劲了 我说你赶紧给我回家 你肯定发烧 他摸摸我的手 哎呀你手挺热的 你看我手冰凉 那还强人 都不回去了 哎呀不行 我要回去了 你就自己在这 要是来点炒菜 我说能炒 我就炒 不能炒 我就主角了 实在不行 我就把他大姑姑喊来 嗯这俩财品 干这个店干的 对呀 你那个什么 我在这儿廖哥在这儿盯了 想要是你要买个豆腐 豆腐都没把出门 你说你不是 你说你们俩干这个店干的 你说一个个 干的病痒 你说这 哎呀我天 你娘的血糖不行 你娘的血糖 你娘的血糖 他本身是汤糕 对呀 完了这会你爹 他就坚持了一下午 结果我们就 煮了一份饺子送了个外卖 行啊 早点下班得了 晚上还不错 晚上也不错 早饭也不错 早饭完了 他们那个买豆饺子 买的多是吧 买豆饺子买的多 就是说咱俩饺子好吃 完了说皮子也好吃 你说反正我们都吃习惯了 我们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的 反正你们都好吃好吃 昨天晚上我跟你娘一看哎呀就来了四个人吃饭吃完饭了吧 他们走了 我来 娘家 咱把饺子给收了吧 收了没法动啊 嗯 家没把车里放动 我说行 我说干什么 我说咱俩咱们去摆藏城去啊 你们这大过年 待过不干就偷了 你娘咱俩 哎呀行啊 走走走上我家去 走走走 我俩就开始 该烧烧该收 收拾完了 把你接在这儿 我们就跑去了 然后又喊给他姑 昨天摆藏城 我今天早说一样 哎我说你摆藏城 那个劲儿 劲头麻过来 昨天晚上好好的 今天就就就就倒下来 明天那你一打算 打好一天 儿子得监住几天啊 我监住几天 监住几天 反正我回来 我也没完事 不是 你炒菜 干啥碗啊 你来我可有底了 你炒菜干啥碗 我不用管了 我给你改刀 我煮饺子 嗯 行你不该管 你就别管了 剩下我来整理 嗯 就是 哎呀 这小地儿 这张托 溜干净 今天庆幸 我跟你说 今天本来要找我朋友喝酒 他说盖铅子 我今天晚上 我喝酒的话 我就来聊 是吧 嗯 喝什么酒 喝酒喝酒喝酒 行 拖完地咱俩就收工 嗯 今天真正 我7点10分 看 7点10分 你拿着啊 你也大会 少一点人拿着 那没事 你少一个人 再来人吃饺子 基本就是 煮饺子 就外卖 你刚解关 关外卖了吗 关了 关了 关了就行了 别忘关了 等人点饺子 没人 收拾完了 打到恢复 哎呦我天 你妈今天手机多 你手机多有啥用呢 扫个人 啊 手机多有啥用呢 扫个人 哎呀妈呀 天机 嗯 快走的 手机多 你养手机 在我这 嗯 哎 行了 行 行 赶紧收拾收回得了 你娘子自己把他们扫的 先扫娘子 嗯 别在那儿熬出来 我也不想 回家给你奶了 吃 这两天天回家给你奶了 嗯 干 干到日子 干到日子 差不多得了 天天 你娘子 我告诉你 你俩 你俩坐吧 你爹就会说 你俩坐吧 那不就是坐吗 哪天我得 我得给大家讲讲 你们俩怎么回事 你爹今天说 你俩坐吧 你俩就 就 我俩坐 你啥账 啥东西都不算 您说说 哎呀 我是昨天回到东方湖 然后今天本来想去看看我奶的 开车去看看我奶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我 可以看一下 这车门打不开了 就是昨天晚上吧 这个 雪一化 化完了 然后气温再一降 一冷 然后现在就变成 整个就变成这个 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个门最开始 也是打不开的 然后经过了我的一番神操作 现在 疆疆疤疤能打开来 我这车呀 不知道得热到啥时候 整个在这点上 全是冰 是夏天 从我这 到我家那个平房 近代之时 这冬天就感觉远在天涯 这几两天脑和脑和怎么还 今天这两天怎么还降温了呢 哈喽 哎呦 哎呦 哎呦啥呀 你飞得挺快呀 那你看 必须 我昨天我就回来了 无聊了 哪天不得有无聊一次 人一走清静了呗 饭装到肚子里了就开始无聊 人一走清静了呗 人一走清静了 你不就跑回来了吗 我得回来呀 我不回来我也不行啊 怎么这还下雪了 下雪了 怎么证明啊 你这是大东北 这不是这那两天都开花了 这两天都开始下雪 我今天早上车门都打不开了 一到春秋两季啊 就得折腾几天 那不折腾几天怎么叫换季啊 今天是雨水 没看我今天我都没开车来 节气的雨水 你走路来的 走路来的车开不了了 你挺勇敢的 那咋 那没办法 那没车了 今天车门都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然后让我那个什么 缓了一会硬掰给掰开了 掰开了 然后我寻思那个啥 我寻思回去再缓一缓吧 哎呀 我就麻烦你 一清早那一阵儿阳的 我说这今天 你爸说今天一天都有雪 我说这阳一天 毛皮冬天都厉害了 他又冻又晃 那倒面还晃 他又冻又晃的 我说这人也没法走 车也没法走了 那没着 领着我 嗯 说我领你上那个 那个诊所那个 去打个盖枝吧 我说我没啥反应啊 他说哎呀 虽说大了 你年轻人还都缺你 你都没啥反应 你平时还都吃点领酒 你还啥也不吃 我说啥也不吃 也挺好的 我说你一天一天 这个补那个吃 也没大弄你 你大姑也是 三天两天说不得劲 三天两天说不得劲 你这你喜欢啥事 到那去求那个 完了那个医生说 他在奶嘎不得劲啊 奶嘎不舒服 逗得我也别不笑 我说我也没觉得奶嘎不得劲 也没觉得奶嘎不舒服 完了他说那你想怎么的 他在瞅我瞅半天 完了他说的 哎呀我说我想补点盖 你这个气色比年轻人都好 你你你吃吃没有奶嘎不舒服的地方 我说没觉得 反正是 完了他别不笑了 他说啥 我得麻烦 你这颜色举止行动啊 语言行动上 皮我都厉害 我说我真是没觉得奶嘎 不得劲 我说反正还蛮说要给我补点 补点 我说我到这资讯资讯你 看看补点啥合适 他说你吃点这个看看吧 他说哎呀妈呀 这走路也这么溜秋 说话还那么干脆 我说要等我说话不干脆的 那不就 那不就稀稀了吗 你这本来就是嘛 你看你这一天冬天啥事没有 你看我们一冬天就坑卡的 你咋整 你你大姑说的 哎呀老太太身体 这现在不跑山的 突然这跑山 你都跟八岁 还跑山的 还挺咋子的 他说这俺们那一 走路也连不上去 也咋哈不了了 他说看这气色 都是挺壮实的 我说反正是去年那个疫情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也逃了一劫 我说今天他们还都嘱咐 不让我上这儿去 不让我上那儿去 说现在呀好几样病毒 哎呀你一难也嘱咐啊 千万注意呀 现在好几样病毒 这咳嗽起来没有完没了的 还轻易治不好 哎呀我说反正你各方面注意点能强点 我们等着咳嗽起来